好来我们继续 刚才有同学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图画画不出来 那老师的荧幕的解析度 是我画的 我用的比较高的 假设你自己的解析度 你用的比较小 然后刚才可不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我刻意把这个 我画图的区域 用的非常的小 我去执行这个162行 到167行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 这个error message 他说他要画图形的时候 他说figure margins too large margin就是他的范围 边界太大了 这个其实就是跟你讲 你的桌布太小了 你要画四张图呢 他预期画不出来 就这意思 好那这个时候 你反正看到这 以后那个做建模的时候 做我们机器学习的时候的图形画 第一个可能会碰到的就是 Decision Tree 决策术 决策术你一样很复杂的时候 图形画不出来的时候 你的解析度会 图形看不清楚 到时候就类似像这样子 你就把你的这个plot的这个视窗 右下角的视窗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就可以了 这时候就出来了 好也在在谈一下 这边有一个Zoom in Zoom out的一个功能 放大镜 那这个就可以把你的图形 放大到最最大 好可以去看 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个作业 先来看都是简单的案例给各位对不对 好等一下我们就用台中式的空屋 你们要save something 这个工具简单 但是重点是 你用这个工具要讲什么话 讲什么故事 才是最重要的 好来那只是今天早上这边几个 是跟各位讲一些的参数 那当然这个PCH 这个是控制点的四样的图 麻烦刚才就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是还算蛮重要的 就是你将来以后不同图形的时候 会可以显示不同类别的这个图形 好接下来第167行 这个各位记得一定要去执行 这个执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162行跟他讲 接下来我就是图里面要画二乘二的图 你没有让他还原成111的时候呢 接下来你所有画的图他都是会用二乘二的 好所以说请各位做完了你就把它还原 好PAR然后这个本来是二乘二 你们这边也可以试试试看到三乘三 三乘三就是九 但是你九的话你只有画 你只有画四个 剩下的他就是空的 好 这边这也可以试 我要画三乘三的一个画布 但是我里面也只填了 只填了四张图 好后面的他就会把你空着 好那相对应这些的参数就各位自己参考一下 这老师整理完的 接下来看这个CEX CEX是相对应这一个图案的设定它的大小 好那这边有一个就是你的Label XY的Label的标签的这些的都可以去做放大缩小 还有你的指标签Subtitle 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参数去做设定 好那就像这个你的你的主标题要放大的话 就用这个CEX点MALN 然后等于你可以4等于2等于3等于4等于5 它的放置会越来越大 好那这边后面就是也是练习了 然后就各位自己练习一下 这个是练习它的大写 不同的 区间里面的大小 各位来看到这边有变粗的Subtitle 还有这些都是都是参数 不写它就用它预设的 好颜色再来是谈到颜色颜色你可以给它123的标号 好那它是从黑色开始 1是黑色2是红色3是绿色 你直接可以给它英文的名字 但是注意英文的名字你就用这个字串的符号把它标起来 好一样你其他的主标题的title的颜色或Subtitle的颜色都是可以指定的 好195到201 执行一下 给定的不同的颜色 当然刚才讲到的四样PCH 你就可以自己去改一改看 好这些大概就练习一下 这些相关的一些的资料 好这边就是练习它的不同的 PCH 15 19 8 3是什么 颜色我有改了 2 3 4 5 2 红色 绿色 蓝色 我连它那个形态也改了 好一样它的font它也是可以改 好 2 30 红到239 各位就大概知道以后用到的时候再过来找一找 好再来是你 X Y 轴的 label 也是可以去加上去 好这个是 X LAB Y LAB X 轴的 label 和 Y 轴的 label 你不给它 它就你用你预设变数的名称 当成 X 轴 Y 轴的变数的名称 好那我这边 多给了它整个 X 轴的名称 Y 轴的名称 给你们看一下 好242行我是又把它 还原回来一个图了 接下来就一个一个可以去看 X Y 边界加上文字 这边可以加上文字 你的 title 243行之后你就一行一行的指令 大概去看 老师加了些什么 多了什么 你可以发觉到 还蛮多东西的 好尤其是你执行完259行的时候 大概 你可以标示的东西都可以标 标示 好一样 假设我的 Y 轴 我不要在左边 我可不可以在右边 一样 Google 一下 我 X 轴的 不要在下边 可不可以显示在上面 也是一样 只是老师这边没有没有做这个 好后面的这一个也一样了 这边就是刚才做过了 好各位就一直练习一下好不好 就一直练习到 看一看 练习到我们的384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会教各位Bot Bot Plot 长条图 onom身形那的 音� membrと 许cc 把